哎呀尹叶老师啊我可是期待已久 我见着他呀你可不能走 我有十万个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 这是咱们这绝对科学家 中国这个基因排序 你去到那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吗 人家这是大神啊 都老师客气啊团队的事团队的事 我先问您第一个问题啊 这不是现在也是这个疫情吗 对 为什么这个全世界 他就迟迟不能够发明出一种这个核酸 他就一次就能验出来的呢 也可以有一次就能测出来的 但那个成本你可能受不了 你比如说现在核酸 咱们正常去做甚至20块钱一次了 实际上如果你给到300块钱一次 我们基本上保证一次就能做出来 但是他后面用到的工艺就比较复杂 它最后是一个成本和所谓的性能之间的一个平衡 大家都用得起还就得是这么做 有一个所谓灵敏度的概念 就是说你正常人不管感染什么病毒 这也不用新冠 他总是从最开始没有 然后有一个病毒 10个病毒100个病毒 我们就要一点点 他会扩增上去 那么你要想说一个病毒就测出来的时候 行10万块钱 那1万个病毒测出来的时候 行10块钱 所以这两个之间选一个平衡 人类史上啊 就三大科学计划工程 对工程 阿波罗登月 对曼哈顿原子弹计划 是跟这个并列的就是人类基因组 对测序 对一开头这个成本有多高 刚才您讲的这几个科学工程啊 如果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加入进去 你说我在后面去做一个后发优势 为什么要做芯片 实际上是当年 马上的原子弹计划算核报嘛 算不出来 所以就得做一个计算机 埃尼阿克就这个时候就做出来 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这种芯片 就是电子管 通就是一 断就是零 拿这个东西做 所以那个时候咱这一个屋子 就够放在一台计算机的 还很慢 都比咱们今天手机慢很多 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时候呢 这些电子管变成晶体管了 变小了 然后火箭上天了 上天的时候其实它带动了很多产业 包括大家今天用的这种导航 GPS这种卫星都是阿波罗登月的遗产吧 对 再往下硅谷就出来了 1971年8086就是最早的英特尔就出来了 那一年 那一年您四岁 哎您知道我哪年出生了 计算机 那年您四岁 我黑材料 盖茨和乔布斯都是十几岁 就刚好是看到了阿波罗登月 也想到了应该可以去做个人电脑做PC了 一开始就跟上了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说是卡脖子 产业上的卡脖子实际上是技术上和科学上的卡脑子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要不就转场 要不然就按照实用主义根据一个大的问题导向 我们就做更加适合于中国发展的 这都行 那就说到人类基础计划 华大当年是拼了命的 叫擅自代表中国 因为当时你怎么能代表中国呢 其实你很难说你能代表中国吗 但是华大几个创始人 当年就找到了国际人类基础计划的负责人 说我们能不能代表中国人 代表中国人行不行 这是杨桓梅院士 最后他也通过自己这些所谓的朋友圈 最后就加进去了 加进去了以后 其实最核心的其实是在于 就能够跟当时的美英德法日这五个国家 加上中六个国家 大家一起测完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白种人的全金组 这个还不是一个人的 实际上是很多个人的不同染色体混在一起测的 那是哪一年 从89年开始提要做 90年开始启动 差不多公布草图的时候是2000年 发表文章的时候 在Nature上发表文章的时候2001年 所以今年刚好是20周年 2003年的时候 是把这个人类基础组计划 一共30亿个剪辑 全部都基本上都填完了 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 就花了13年 就从90年到03年算 13年时间 多少钱呢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 38亿美金 38亿美金 他是一个男性 因为男性是XY都有嘛 如果是女性是两个X嘛 这样的话他是测了X测了Y 你不拼得 是怎么来测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这个物种所有的基因的数据吗 顶多说你给了你一本康熙字典 但是你什么时候开始能写文章 什么时候能写出唐诗证词 不知道 就是刚把康熙字典给你弄明白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物种当中 每一个个体身上都储存着全人类的遗传密码 一个人大概相当于全人类密码大概87% 就一个人代表所有人类的87%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们俩之间的基因差别千分之五或更低 咱们俩就长得这么不一样 对 就是这样 因为30亿嘛 30亿乘以千分之五 你层数还是个很大的数量 而且那你说我们要跟星星呢 大概也就差四个点 96% 或者更高大于96% 有一些数据是98 就你跟星星之间的差别 就差2% 相似度是98% 我们跟狗呢 跟狗大概不会 我就讲保守数字 不会低于85% 我们跟老鼠大概80%是一样的 我们跟一条鱼63%是一样的 我们跟苍蝇大概40%是一样的 就是说长得差那么大 其实就差15% 我们跟狗 我们的85%就是狗性 因为你跟狗的基因组大小是一样的 你30亿 狗也30亿 狗也是30亿 所有的哺乳动物 几乎都是30亿 会飞的小一点 蝙蝠稍微小一点 它大概22亿 我们人是30亿 因为飞嘛 飞的时候的能量代谢大 它要基因组小 因为基因组越大 扶植的越多嘛 我就越小 就越失于我这种高代谢的发展 所以蝙蝠是哺乳动物 要不然为什么 我们现在说一个固热病毒 都是蝙蝠上带来的呢 它是我们一样的 温血哺乳动物 鸟也可以 但是鸟和哺乳动物 你听过蝙蝠感 你也听过猪蝠感 你也听过蝙蝠到果子里到人类 归根结底 它们是温血动物 体温都是恒温的 基本是37度左右 所以你说蝙蝠上带来的病毒 会不会感染人呢 几乎不会 它是变温动物 哎呦 这个真是有意思 你看 我得请教您 我这个文科生 我们现在基本上基因好像明白 可是实际上我老有一个想不明白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病毒 对 不就是说一层蛋白质 对 我的理解 对 包着个小纸条 差不多 这不就是包着一个指令 对 一个message 一个信息 是 它也不算是 就是它是个什么东西 它这个纸为什么 这是什么 那破坏力那么大 对 这个就相当于 太神秘了 它的最核心的就是那个纸条上写啥了 嗯 就像您刚才举那个例子 如果那是一个给雍正的那一个密折 说咱们今天杀兵不尚书 这个纸条就写杀兵不尚书这五个字 雍正画一个道 这事就大发了 所以关键看纸条写了什么 徐老师你对这方面 哎 我也给你机会请教咱们这大神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现在前面没听明白 哎 我先问几个基本的概念 您知道比如说我们的肚子里 有多少病毒吗 多少种病毒 肠道理 猜一下 是不是也是几十亿 啊就说不清 多少种 多少种 不是说它的总量 是多少种 最低不会低于 现在一个数据是10万种 另外一个数据是19万种 这下只是氏菌体数据 也就是你的身上带满了各种 蛋白质果汁的小纸条 问题是绝大部分纸条跟你没关 少部分纸条对你有利 只有极小部分是对你有害的 我们才称之为这些叫做传染病 所以实际上在我们所未认知的 大概至少有上百万种病毒吧 至少是这么一个量 我们绝大部分不认知 我们今天认知能够感染人类的 不过是其中的几百种 还有绝大部分对你是中性 甚至是有利的 那个那个就是发起零 告诉我要吃什么的是什么 那细菌 但是有一些病毒是专门吃细菌的 叫氏菌体 它专门是吃细菌的病毒 因为病毒比细菌要小很多 所以就是说我们人类呢 体内携带了大量的细菌 携带了大量的病毒 还可能带真菌 比如说脚体 你肯定就有真菌了嘛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一些 很多人还有寄生虫呢 身上还可能带有像女人籍啊 你带了女人籍 回虫 沟虫 掏虫 这都可能有 所以人类呢是一个生态系统 我一直说人类不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绝不是说 我们几位在这儿 大家就 就是我们几个各自的个体 我们都是一堆生态系统 对一堆生态系统的一个聊天 就等于说 你觉得你是你 其实可能也有点狂妄 没准你身上的细菌 比你身上的细胞还多了 大概是三到十倍 如果从细菌量比细胞量要多三十倍 对人家细菌来说 你怎么是徐子冬呢 你是我们细菌呢 徐子冬是一座山 在山上长的更多的是树 现在山说我没树 不对的 其实你是长满了树的山 这个真菌其实是什么 85%是跟狗一样 你的那座山里面的 每一个细胞里的基因 85%以上和狗是一样 现在你们做出来的 这一个人的这么多的基因 这个科研成果归谁的呢 基本上在人类基因的计划时候 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共有 共为 共享 这是全世界定的 当时定的一个 一个人的基因 必须公开 这个不公开 我们当时特别强调的基因不可专利 自然条件下的基因不能专利 因为一旦专利 你说你一个人的基因 这属于自然发现的内容 不能专利 所以当时在这个学术界呢 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 就这个东西应该是 能够被全人类去 所谓可以去共享 这个有意思 你看这个全人类它有理性 全人类最早这个登月啊 或者宇宙开发的时候 全人类也得协议 什么火星啊月球啊 不属于任何一国私有的 是人类共有 你看这个基因图谱对吧 它也是不能私有 才明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 在那个点上确实是这么理解 那问题是现在在这方面怎么样做研究 对人类有好处呢 对比如说 2003年SARS也是我们做的 那时候我刚加入华大不到一年 就刚好在一线 当年SARS就离这个地方大概几百公里 和原的一个哥们吃果子里 这个哥们还在 我后来还专门去问过他 身体还挺好的 就他自己穿上了很多人 但他自己现在还非常的强壮 当然那个时候吃果子里 是南方的一个普遍现象 不是说只有他能吃 这不是好习惯 不是好习惯 这是一个漏习嘛 不应该 但我说的是什么呢 是2002年的11月份 我们就知道有非典型肺炎了 但是我们真正测出 它到底是由当时也叫冠状病毒 SARS冠状病毒得到这个序列 首先知道它是病毒 第二知道它是冠状病毒 第三知道这个病毒的序列 已经是2003年4月份的事了 半年我们才知道 所以这个过程中呢 等于中国先爆发的这个病例 最后美国加拿大 包括中国香港先测出 把这个序列给测序完成了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慢了 当时知道是微生物 但不知道是病毒 因为我们一路带到了支援体上去 想了好多认为是支援体 支援体是一种比病毒稍微高等一点 比细菌稍微低等一点的一个中间的 这样的另外一种微生物 当年那个西班牙流感的时候 其实也是全球好像大部分科学家呀 一度认为那是一种细菌 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少数科学家指出 它是一种病毒 但是没有获得这个大部分人的相信 所以就沿着那个细菌的那个方向 一直在搞搞搞 邓老师我先插你这一段哈 病毒我们知道它存在是1892年 伊万诺夫斯基当时就用了一种氯器 就咱们的筛子 把细菌都挡住了 但是筛完了以后的东西还能感染 他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我挡不住 就是它能更小绿掉了至少比细菌还小 病毒比细菌要小很多 小上百上千倍 一个新冠病毒和一个女性的卵子 您知道差多少倍吗 多少倍 周老师猜一下 不知道猜 10亿倍 10亿 那它是那它的分子 它比分子 它是 它就是一个分子 它已经接近于快到物理级的分子了 一个病毒100个纳米 就新冠病毒 我们想的一个球是100个纳米 一个未成熟的卵子是100个微米 我们或者说就0.1个毫米 针尖那么大 所以人眼的分辨率 刚好能看得见 就能看见卵子 这是我们唯一肉眼能看见的细菌 就是这个卵子 那我刚才那个是纳米 现在说的是毫米 中间还隔了一个微米 这个东西一乘上去 就是10的三次方在球体 所以就差了11倍 10的九次方 就差这么大个东西 我刚才讲 1892年的时候 知道有病毒了 没看见 筛出来 1930年的时候 德国人发明了电竞 是要把电子当成光去用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见病毒 可是西班牙大流感 是1918年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离我们看见病毒 还有十多年 所以那个时候 他说你猜是病毒也没有证据 看不见 人归根结底 没有几个人像爱因斯坦 靠物理公社想出来 他就认为就对了 绝大部分都是眼见为实 不光是你们 我们科学家也一样 但是就说这个 跟精子比哪一个大 精子比卵子小很多了 但是精子比新冠病毒还是要大 还是比新冠病毒要大 对 大一亿倍 那也就是说将来 那倒没有 大不了一亿倍 如果 大几十倍吧 这么一个时候 几十倍 哦 那精子够小 所以男性对于人类的贡献 几乎没有 都是卵子干的 都是子宫 卵子加子宫加女性 哎呀 谢谢 记得您好像以前在那个播客里 就说过一句说 女性永远是你给他一个东西 他就给你很多的 讳赠 给你很多 讳赠 那您刚刚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工具发展到一定的 这个程度 我们就可以瞬间检测 比如说这个空间里 有没有新冠病毒 就可以 说的对 所以这一次 我就回来这一次 测完了以后 我当时就知道了 首先这是冠状病毒 第二个我知道他不是SARS 因为他俩的基因相似度 只有80%不到 差很大 病毒差20%就很大了 你看 比我们跟狗的差别 差别多大 都大 所以他俩呢 最多就是一个妈生的 我们叫都是冠状病毒科的 但是是两针 是两只 这两只是不一样 那时候也没有名字的 当年就没法定名嘛 但是肯定不要污名化嘛 你比如西班牙大流感 这是很扯的事 这跟西班牙没什么关系 对 他只是西班牙国王感染了 最后就扔个名字 你们西班牙国王都干了 就叫西班牙大流感了 人类对病毒甩锅这个事 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一直都甩 对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原因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实际上你比如说 在美国先起来的西班牙流感 然后美国法国德国这些参战国 大量士兵感染 但是他这个东西影响战局 所以都不说 但是西班牙是中立国 所以相比之下 这中立国就说 那就是你得的 那两边都隐瞒着 我们历史上干过好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 我们现在南方也有个叫地中海贫血 就是一种败血 其实实际上是一种坏血 就是因为最早在地中海发现的 其实后来发现哪都有 只要是这个纬度有疟疾的地方 就有地贫 地中海贫血 它是对抗疟疾存在的 因为得了 得疟疾和得地贫 在治不了疟疾的时候 得地贫好 因为地贫携带者是不得疟疾的 或者说得了疟疾以后症状比较轻 它是两害相横取其轻的一个表现 今天已经没有疟疾了 地贫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遗传病了 但是你把这个名字叫做地中海了 大家就想地中海贫血 是不是就只在地中海 不是 它只是一个病名 香港脚呢 香港脚也是一个污名化 其实你说这种脚气哪没有 2012年的MERS也是叫中东 其实人家很郁闷 为什么叫MERS意思 那名字就是骆驼上带来的 所以现在就不要去污名化 应该骆驼死 这个呢我就接着讲嘛 拿到病毒 然后按照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 我们必须跟CDC合作 然后它公布数据嘛 实际上这个很短 两周就出来这个结果了 相比于半年快很多 你刚才不知道我有什么好处吗 就可以做诊断了 只要我知道这个病毒的全貌 人是31个减疾病毒 冠状病毒3万个减疾 只有3万个 但是这3万个减疾里面 它很厉害啊 这3万个减疾 当你面对你30亿 这个长城的时候 我只要打你一个点就够了 这个点就叫ACE2 就是细胞表面上 我们假定有一个门 那么这次的冠状病毒 如果说当年的SARS 手里是拿了一把锤子 在那地方砍 这次拿的是电钻 直接就给你钻进去了 所以它就是清晰力特别强 然后从最开始的 Alpha Beta Gamma 到Delta的时候 它已经手里拿了 不是电钻了 它基本上拿了个火箭炮了 直接看了门 就直接开一炮 就是比SARS要高 那1000倍是吧 它的这种 我们有个值 叫基本传染数 就是我们都不采取防护 我一个病毒 一天可以传染几个人 SARS就是3左右 新冠刚出来的时候 推测是3到5 但是已经演变成 现在是第4代 就是Delta株 或者叫印度株 这个株 这个株 已经基本上在7到9了 7到9是什么概念呢 接近于我们历史上 传染病最高的麻疹 或者是类似于 就总值测试所于病毒里最强的 这一类的 比流感的传染性还要强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全世界 不安宁 就是因为Delta株又起来了 对 这个病毒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他甚至连个生命都不能算 对 严格意义上讲 他确实不具备生命的很多特征 对 他算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就跟几十亿年 跟我们人类 甚至是不是跟生命同龄 应该说 应该来讲他是说 最古老的生命形式 可能就是病毒 病毒至少是其中的一种 如果按照亚历史多德 当年的一个哲学 亚历史多德认为呢 这个万物啊 是有一个最高目的的 就所有的这个这个目的 比如说他说 这个一个东西分质料 对形式 但是形式 你比如说啊 木材最后的目的是桌子 桌子最后的目的可能是房子 它这么意思 它是逻辑的 它一直一直 所以呢 他就提出那最高的存在 就是神 就是所有的东西 它是个目的论 目的论 对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禁 就按这个说 对 你比如说要是说我们这个生命 是 我们可以说最早什么 单细胞生物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那最后是为了变成我们这个人 但是呢 这个病毒 它存在 而且它就 它一直就这样 是 那我又不太懂 它是要变植物 还是要变动物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从两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先从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了 这个有一个人叫 李查德道金斯 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 上个世纪80年代吧 自私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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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讲 人之初 性本善性本恶都不是 性本私 没有什么对错 我就是想繁殖自己 对 病毒恰恰把它理解成 就是几个基因的组合 它唯一存在的目的就是 扶植自己 比如说它像伏地膜一样 可以装到几个魂器里去 你看这病毒已经死了 但是恰当的条件 重新组合 它又火了 而病毒这种生命形式的存在 就是 当无机像有机 打破这个界限所产生的 一个比较基础存在的东西 你看到生命 它还没到生命 它也可能是 前生命也可以这么理解 那为什么别的星球没有 我们只是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没有 就是这是一个不可知论 而不是没有论 那病毒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再发展呢 当然可能啊 它的发展它很简单 它对抗你就行了 很多人给我讲说 这个病毒没有智能 为什么这么厉害 我说它不需要有智能 它对抗人类智能就行了 对啊 就按照咱们这个生命的规律 它为什么不继续进化 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呢 因为它已经可以有它更方便的方式 进行寄生就行了 寄生对它来讲 是能耗最低的 最低于自私的基因 发展最大化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不自私呢 我们到这样 越搞越复杂 在做生命科学一般就会遇到这个词 大部分人听到的是进化 但实际上Evolution 这个词正确的翻译是眼化 天眼论 没有 对 就严复翻译的非常准 物净天则 最适而不是最优� 其实没有最优 只有更优 所以新冠病毒之所以厉害就是在于 你怎么变我就怎么变 我根本不需要 我是你的镜子 镜子没有智能吧 但是你想化妆 我就造成你的样子 我不需要跟你人类一样 你又搞疫苗 你又搞这个 只要我基因跟你用一套法则 我能撬开你那个门 我就赢了 这是病毒的生存规律 所以人类 比如说中国是怎么占上病毒的 我经常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我们中国有很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 党和政府组织起来 我们科学家都很努力 老百姓也都很配合 但归根结底 你用了病毒不会的语言 病毒不会隔离 病毒可不会大家集体去做过卫生行动 但是你要用疫苗去对付病毒 你看着 你永远对付不完它 因为它一直会变 它一直会变 就像流感 最后这个病毒和人类不是取得了一个 结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吗 最终疫苗对付不了它吗 我们可以说没有疫情了 但是我们不会说没有病毒了 所有的病毒几乎在感染一定层次以后 都会变成比较趋于温和的状态 因为如果病毒本人类都搞死了 它自己也就死了 我们现在能看见的趋势是 虽然Delta病毒传染性越来越强 但致死率比开始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它现在致死率和重症流感几乎相当 在千分之一左右 虽然还没有降到万分之一 这是它自己变的毒性减低 还是因为我们的注射疫苗 都有关系 注射疫苗肯定有用 因为虽然说注射 你看我们最近感染的 好多都是打了疫苗的 但是没有危重了 至少在危重性上来讲 我极大的降小了这个概率 我没有网络游戏的语言 暴击率被降低了 感染率还是在 我这不懂那么多科学道理 但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 我总觉得对付这个病毒啊 靠疫苗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磨高一尺到高一丈 这样没完没了 是 什么情况下人类可以觉得 暂时打赢这一仗的 就是有一些药能够使得人 得了这个病不死 或者不那么容易死 是我们就想想流感 流感其实在历史啊 已经来过无数次了 但是1918年这次 因为一战引起的流感 是最难对付的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跟西班牙大流感 基本上可以说握手言和了 差不多到了19 是就是20世纪的30年代左右 差不多可以握手言和了 因为你也对付不了他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苗 可是您刚才问那个问题 流感今天有药吗 没有啊 还是没有还是没有 我们今天你说流感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 吃药一个礼拜好 不吃七天好 都一样 只不过是让你更舒服一点 你鼻塞了 我就帮你去血管 我给你收缩一下 你舒服点 你试睡了 我就让你继续睡觉 但是流感不会造成很多人死亡啊 那是因为1918年那次 已经死了5000万到2亿人 我们跟流感那个时候相比 我们对付病毒的方式并没有变 但是我们的生命照顾能力变 变强了 什么叫生命照顾 呼吸机 作者监护 ICU ICU这些都算 支持力量 人类的支撑你 让你所谓的扶症窃邪的能力变强 因为我老在盼望有一个什么药 艾滋病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您可以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啊 比如说川普去年10月份 曾经说他得了一次新冠 嗯 然后他用的药物是一种单克隆抗体 就再生源的 那个什么 是美国的几家公司来做的 但是那个量我当时看了一样 他当时要打 八克的抗体 也就是这种治疗的技能也许有用 但问题是一般老百姓绝对打不起 那个东西是一个百万级或千万级的 这么一种治疗的水平 这很贵是吧 首先很贵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是在于为什么病毒很难被对付 是因为病毒都在细胞内 嗯 他跟细菌不一样 我们今天抗生素制的都是细菌 抗生素是对付不了病毒的呀 病毒都在包内 也就是说我要想让包内去杀病毒 我得先杀你人类的细胞 所以这个毒性 就造成我杀病毒的时候 可能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二 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对付病毒是个极其困难的事情 所以最后我们人类跟大部分病毒 最后都变成了一个和谐共处的一个状态 那我那我问你一个可怕的问题啊 但是这不可 但是咱不能不想这个问题啊 有没有可能最终某种病毒灭绝了人类呢 目前来看算没有这样的先例 因为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人必须是一个我们叫物种的多样性 一定要够 不能单计划 单计划 比如说如果这个叫圣女果仙女果 其实这就是番茄对吧 对 很多人最开始老问我这是钻基因吗 真不是 因为我们最早找到了调控番茄 叫作物性状基因的这个基因叫QTL 我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基因 让番茄变大或变小 1988年就研究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作物性状基因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的调节 番茄大番茄小 但是如果全世界就只中这一种番茄 只有栽培种没有野生种 那么只要这个病毒感染一次 这个就没了 所以咱们要想长存 一定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多样性 你知道我看他科普的那个书 比如讲 这个自然界的物种里边保存着很多 对咱们将来可能很有用的基因 比如说他说鳄鱼 鳄鱼的基因 比咱们的什么抗菌素都好使 对他自己有保护态